折伐森林的两条路 分别通往慈人的新王所在的幽祟教堂 以及监视深渊的法兰要塞 在这条路上除了有特产的大螃蟹以外 还有一种让无火的余晖日后会觉得意外的敌人 他们背着神势暗月之鉴的十字架 被称为狼附体者 会像野兽一样疯狂的攻击 但却完全长着人一般的外形 看来他们本是不死人 只不过在这里已经被狼血附生 但看起来他们被视为法兰要塞的一种风险 会被大量手拿着木桩般茅的猎人追杀和围攻 法兰要塞的周边遍布狼血誓约者 正如狼血剑草中所写 与老狼共同守护战士们安眠的法兰守卫们 完成使命的证明 站上干涸血迹的剑草叶子 据说这是过去不死队 用于联络的标记 现在则是在腐败森林安眠的战士灵魂们 给予守卫代表认同与感谢的证明 至少守卫们是如此认为 所以在这附近看到被狼血感染 而附体之人并没有什么意外的 然而这样的狼人之后 还会出现在伊鲁席尔的地下监牢之中 并且与那里的狱卒敌对 这不仅让余辉开始思考两者之间的联系 卡罗拉长袍里这样写道 这是按摩法的使用者卡罗拉的长袍 仿佛可以感受到长途旅行 以及在监狱里度过的时间 非常肮脏 残破 还沾有一些味道 如果人还正常 应该不可能会穿上这种服装吧 既然来自深渊的卡罗拉 可以通过长途跋涉来到伊鲁席尔 那么沿着新王的轨迹 从监视深渊的法兰耀塞 来到监牢 探寻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或许也不会让人觉得意外 但这究竟是法兰耀塞的深渊监视者们 有意为之 还是教宗沙列万设下的圈套 请君入众 就不得而知了 但至少可以看出 法兰耀塞对于伊鲁席尔发生的事情 非常的在意 只不过现在他们已经自顾不暇了 法兰耀塞并非正式的军事耀塞 而本是流放之地 这里聚集的大多是罪犯和被流放之人 正如手持流放者大刀和巨型棍棒的孪生子 他们是守护战士们安眠的法兰守卫 其中一人挥舞的燃血大刀 那也是他身为流放者的罪证 同时这里遍布布什人 毕竟法兰的布什队是布什人的军女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 驻守法兰耀塞的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法兰戒指中对他们的评价很高 狩猎怪物的深渊的监视者们 必须身怀超乎寻常的剑术 狼血能提供监视者们力量 而这个戒指有辅助作用 这一点对于初来乍到的余晖 也是感同身受 深渊监视者信仰葛温士奇士中的狼骑士 深渊漫步者亚尔特流斯 狼骑士是初始深渊的监视者 同时他也是被深渊黑暗 玷污的法兰狼血之主 的确亚诺尔隆德的狼骑士 曾拿着那把狼骑士大剑 纵横被深渊侵蚀的乌拉席路 并留下自己的狼骑士大盾 保护上海年幼的灰狼西夫 但最终他还是被深渊侵蚀了 成为了疯狂猎杀来自深渊的怪物 却无法完成自身任务的骑士 虽然天选的布什人 才是那个真正打倒深渊之主 马鲁斯的人 然而如果没有亚尔特流斯 留下的银项链 这个远古宝物 天选的布什人 真的能成功地挑战深渊吗 或许能讨伐堕落的他 挽救其荣耀的人 才算是传说中真正的主角 狩猎深渊之人 但即便是知道真相的圣女 伊丽莎白 也只会向后人 传送亚尔特流斯的功绩 这也成为了法兰布什军团的开始 法兰要塞 是绝佳的深渊监士之地 因为他就建造在 当年深渊爆发的乌拉席路 而这里不仅可以发现 原本属于斯洛魔法国度的 乌拉席路的黄金卷轴 还能找到圣女伊丽莎白 等一众生活在乌拉席路 和黑森林里蘑菇人的尸体 只不过伊丽莎白 早已不只是个 单纯的灵庙看守者 而同时是创造多种秘药 并终身为贫穷奉献的圣女 在法兰找到的 古代黄金魔法国度 乌拉席路的公主 出生时获得的羽毛装饰头冠上 仍然可以看到 看守者伊丽莎白的祝福 与伊丽莎白类似 那些代替乌拉席路灵庙的 法兰里庙祭祀 都已不复存在 只剩下他们的后裔 被深渊污染 成为如今的咕噜 继续守护这里 而乌拉席路的幽暗公主 在少女时期 初次使用了魔法杖 后来变成树苗 长成山珠白色树母 据说到现在 那诱人的树枝 还藏有它的恶祖剧 这三个树 被曾囚禁在乌拉席路的 士奇事之一 阴眼葛夫的后裔所保护 无论是在布什聚落 还是在幽睡教堂 又或是在这里 只要有人胆敢靠近 仍然放有公主白嫩树枝的树 便会遭到来自塔顶 巨大弓箭的攻击 直到无火的余灰 在巨人的协助下 拿走所有的树枝 巨人才会安息 保护幽望公主遗物的使命 从此由后人来承担 法兰的布什队 有个独特的入队考验 但是把要塞里的 三个祭坛的火熄灭 通往狼血的门就会开启 无火的余灰 跟随着从法兰要塞 逃出来的霍克伍德的建议 来到了法兰要塞 虽然不是为了路队 但还是需要点燃三个祭坛 找到通往前方的路 在法兰要塞 除了能看到乌拉席路 留下的种种痕迹以外 与老狼的契约 或许是余灰最为在意的事情 《金银小盾》中写道 将展翅老鹰 作为象征的金属盾 黄金老鹰 是古代佣兵团的象征 现在仍有一部分佣兵 将他当成护身符 在多兰古雷格的土地上 这边盾属于沃尔肯大英士团 沃尔肯正规军 以弱小出名 大英士团则是 重金聘请的佣兵团 佣兵团常被认为 是一群可疑人士 实际上他们虽然对金钱啰嗦 但对创造与收取代价相等的成果 拥有绝对的自信 谁会有动力 雇佣额外的军力 保护这个早已被 洛斯里克放弃的要塞呢 曾经在藏有亚尔特留斯墓碑的黑森林中 时常有不知天高地厚的 萧小之辈前来打扰 狩猎团的白猫雅维纳等人不堪其扰 如今法兰要塞里的亚尔特留斯墓碑 势力在原本可以通往 洛斯里克高墙的大桥下 或许只有还留在那里的老郎 有意愿雇佣外人 与法兰守卫们 一同守护这片一腐朽的森林 如今在法兰要塞的内外 被雇佣的或许不只是那些古老的佣兵 还包括来历不明的怪物 以及来自画中世界的鸭人 不管怎样 能保护法兰与墓碑 保护好狼骑士之最后的遗产就好 老郎到底是不是灰狼欺负 在无火的余灰心中并不重要 无论怎样 他都继承了古代守木狼的衣帽 而继承者还不只是老郎 狼血的灵魂中这样写道 分得狼血的监视者们 他们的灵魂也是狼血之主的灵魂 被深渊侵蚀的狼血之主 亚尔特留斯倒在了乌拉席路 经他的密友 同为葛温士骑士之一的基尔南要求 天选的布什人 把他以被污染的灵魂 交到了基尔南手中 时光荏苒 吸附的血 狼骑士的灵魂 被后人继承 成就了法兰的传奇故事 深渊监视者已分得血的力士 他们成为新王的资格 就是那狼血 而布什队 一手拿着象征狼骑士的大剑 一手拿着如暗影蝉灭般的短刀 谁又能说 这不是对两位骑士的缅怀呢 深渊的监视者们挥舞的大剑 是与独特短刀的组合 特殊的成队武器 短刀为主的独特剑术为特征 双手持刀时 左手攻击时 能看见其特色 法兰的布什队 知名的剑术 与狼狩猎时相似 能大肆打乱敌人步调 然而这仅存的英雄意志 也在最后的相互残杀中 荡然无存 或许其是留下死命 与狼血而倒下 这就是法兰布什队的起源 监视者们认为这副盔甲展现的 就是自己的末路 狄群恶魔的出现 再次证明了洛斯里克 曾试图效仿像葛温王那样 驯服并利用那些来自混沌的恶魔 他们也确实成功地 让失去火焰熏烟的狄群恶魔 成为洛斯里克的看门人 让小恶魔来做搬运工 而使得洛斯里克 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 或许就是得到了黑骑士的帮助 从前他们侍奉初始之王葛温 追随传火的王 自身也被燃烧 从那之后就变成了灰烬 在世上持续徘徊 因为他们曾经讨伐过 混沌爆发的伊札里斯 如今也在法兰要塞周围 帮助清理来自混沌的恶魔 然而伴随混沌恶魔 从烟熏湖来到洛斯里克的 还有那堕入深院的西红鬼 许多年前 罗德兰的小龙德士王堕入黑暗后 骑士们变成黑暗手下西红鬼 而他们持有的剑也变成了黑暗剑 他们遭到黑暗大蛇卡斯说史 可借由黑暗灵魂 使用夺取人性的西红记忆 西红鬼在洛斯里克多个地方都出现过 在洛斯里克的地牢里 都一直囚禁着毁灭于黑暗的 古老小国幸存者西红鬼 就连罗萨利亚的指头之一 宗旨寇克也曾是西红鬼 这也许就是无名指尼奥纳德 知道洛斯里克地牢秘密的原因 亚尔特流斯曾以斩杀西红鬼而闻名于世 然而现在 在深渊监视者的据点 法兰林庙 无火的余灰惊讶地看到 西红鬼在进攻大门前的法兰祭司后裔 仿佛想攻入那扇门回到深渊 只不过布什瑞上存的力量 让他们不敢贸然前进 来自深渊的力量已经如此猖狂了吗 随着无火的余灰推开了林庙的大门 眼前的一切让他感到了震惊 深渊已经完全侵蚀了法兰布什队 为了避免深渊的扩散 避免更多人陷入发疯 布什队成员不得不相互残杀 地上堆满了布什队成员的尸体 然而作为新王和布什人 他们又因为自己的使命尚未完成 而一次又一次被唤醒 这时他们已不再是 曾经在黑暗中探寻深渊的征兆 不断与畸形物战斗的伟大战士 而只是为了狩猎被深渊吞死的战士而挥剑 恐怕那是人视对方为人所进行的狩猎 身为新王的深渊监视者们 被无火的余灰轻易地打败 然而这并不是新王该有的实力 毕竟深渊与燃烧 已经让这时的布什队实力大损 以至于西红鬼都敢蹬鼻子上脸了 然而他们毕竟是分享狼血 引以为师的布什人战士 哪怕只剩一人 也会拿出新王该有的力量与强大的对手 堂堂正正面对面挑战 即便被夺去灵魂和残存的财心 也不会退缩 虽然作为新王的深渊监视者们 倒在了无火的余灰面前 然而他们与深渊抗争的故事 相信会与狼骑士亚尔特流士的传说一样 流传于世 永远激地着后世 正如法兰不死 法兰的悲剧或许与传火有关 或许与洛斯里克双王者的摆烂有关 但没有人能改变这一切 不少游魂受不了法兰发生的这一切 逃离了现实的世界 去到了绘画之中 也有布什人逃到了传火祭祀场 原来布什队的监视者们 因为使用独特剑术的关系 并不会拿盾 此盾大概是他灰心的象征吧 当逃脱者霍克伍德得知无火的余灰 已经拿回了深渊监视者的财心 他内心动摇了 从灰心中看到了一次希望 在制造了龙池的存在后 他打算换一种方式 继续不是对的使命 从而踏上了前往古龙顶段的道路 寻找那可以让人成为龙的古老力量 霍克伍德之所以希望成为龙 一方面或许是受法兰耀杀的盟友 接近老者的影响 他们宣扬的白龙魔法 让霍克伍德看到了成为不朽的可能 但他只是战士 不会魔法 所以这条路行不通 而另一方面 龙信仰自古以来就是战士们的准则 他能凭借由冥想 见到古龙顶端 也能听到远方传来 那位于顶端的剧中响声 这样的传说令他向往 而更重要的是 成为不朽的龙 才能获得强大的力量 为布什队复仇 于是他毅然决然离开了传火计事场 一路上无火的余灰 会与霍克伍德多次携手作战 包括用妖王欧斯罗艾斯来祭刀 直到余灰获得了光辉龙头时 这是数有不朽古龙力量的石块 被献给如三般巨大 备受崇敬的古龙 将人头化为龙头 与古龙幻影 一起喷出龙的吐息 而这个变形效果 直到死亡为止 才能解开 那幻影 使人类初次变成与古龙相似的姿态 同时也显露出化为龙厚 身体的渺小 不像古龙的道路 既遥远又险峻 仅能一人通行 只有一个人能成为龙 曾经灰心的逃脱者 透过铁匠留下了最后的讯息 沾上布什特的逃脱者 获克伍德血液的剑草 这是住古以来 法兰的布什特 表示做好心理准备的讯息 为了独自步上古龙道路 我在法兰的林庙等你 重新回到他丢下布什特尊严的地方 和新王一样 堂堂正正地与无火的渔灰大战一场 即便输了 那句如果你是龙也好 终于卸下了他心里所有的包袱 和他的队伍 倒在了同一个地方 这让渔灰唏嘘不已 不过现在还没有时间继续感慨 毕竟造成法兰悲剧的深渊就在眼前 穿过这里到底会遇到什么呢 无火的渔灰只能继续前进 探索到未知的命运